謝謝師傅 給大家聽不聽的話,後面清楚嗎? 首先,多謝大家,我今年的天氣共穩定 大家都有一點時間,大家一起探討 關於思覺失調和腦的問題 大家可能不知道大家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 其實思覺失調和腦的問題是怎樣 之後,我們在今天的時間,大家一起探討 後面聽不聽到嗎? 是嗎? 要噴水點 我先用這個 我先用這個 好,OK 那我再講一點點 大家今天的題目是思覺失調的情況 如何保養大腦 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深一點的題材 所以大家要有一點點心理準備 那就會有些東西複雜一點 但不要緊,我會盡量簡單跟大家講 大家不需要完全了解 你拿到一個大腦 手上一問在座的聽眾 有沒有人去年在這個系列的講座 來聽過的? 有沒有舉過手給我看一下? 有一支 是的 在去年的工作裏面 我們提招到 在思覺失調裏面 我們在科學上 如何認識到 那個腦的功能 或是哪些地方出了問題 既然好像不是很多人 去年來過 我會簡單地再講一點點這裏的背景 好,我會 我又想問一下在座大家 大家今天來聽這個講座 有幾多人是希望聽了之後 實際上你是接觸得到 你的家人或朋友是有這個症狀 你希望可以幫他 所以他想嗎? 好,也有很多 我希望今天的一堂對大家有幫助 好,今天我們 我將會帶大家去這個 比較尖端一點的形式 與思覺失調這個情況 所以有很多畫燈片 大家看下去 可能覺得比較複雜 不重要的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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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部份還是比較複雜 但不重要的 我順道 簡單地和大家講清楚 還有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要面對的就是 當我們去做一些科學的術語的時候 其實我都在想 我找不找個中文的譯名 因為有一個英文的譯名 我最後決定都是更加英文 為甚麼呢? 因為中文在英國更難明 即是不清楚 都是很叫喉 還有如果有一個英文的譯名 大家如果想在網上 可以更多的資料 可能都會有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環燈 我們都是用英文的譯名 如果大家有問題 很不明白的話 你們可以舉手 那我就會詳細和大家 解釋 好 我們開始的時候 大概我們會 今天那個旅程 會去到甚麼地方 我們會再溫一溫 到底試學失調是甚麼呢? 很簡單的 假設大家都大約知道 今天早上 第二 其實那個腦是怎樣的呢? 在思覺失調出了甚麼問題呢? 那腦基本的運作 我們完全知道了 但我們知道多少 都知道不少 我便將有關腦的運作 和思覺失調有關的部分 和大家討論一下 這裏大家 觀察 Euan 今天��obs懲 發聲 他們能接受到甚麼 是滑umba 然後 我們 Sin ins 然後他要由醫學上 和藏創作上的 kabus 看看色學失調的情況 其實有甚麼 最關鍵的因素 是影響了最後 結果的呢? 這裏我和大家講一些特別是香港有的數據 最後我們希望有些身邊的樣子想幫助 我們最後要扭一扭轉角度 就是從病人的角度去看整個情況 病人的感受是怎樣的呢 為何有時會遇到一些困難呢? 對於治療或者接受治療 這裏我們涉及到我們怎樣去理解思覺失調這個情況 有時有些人問這是否一個心理的病 這是否一個腦部的病 這是否兩種都是 最終我們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有些甚麼可以做的 有些甚麼去做幫助我們 在這個情況下 都一個最健康的病人 這裏有些甚麼可以做呢? 大家不是說可以 然後一個多小時就睡覺 最後一個幾分鐘醒關 在最後一個階段就回答 因為這裏有些甚麼可以做的 其實是滲透在我們之前的路程裏面 大家都要把心精神去到那裏 自己做一個技巧 今天我們講到的東西 有一些是醫學實證實了的東西 我會很清楚說 那些東西是怎樣做 怎樣知道就是怎樣 亦都有一些東西是 在比較尖端的科學旅行 現在在喊吐的東西 未完全證實的 但在科學上有一個方向 看不到的 我會小心地看清楚 為甚麼呢? 其實我們一講到補錄的時候 有很多人會說 有很多種方法都可以補錄 但很多時候是否真的可靠的呢? 其實我們真的要去看那個實證 有些甚麼科學的證據 有很多東西可以補錄 所以我們今天會比較嚴謹一點 跟一個科學醫學的角度去解決 那就變成這樣 或者很隨便地說某些東西可以補錄 好嗎? 我們今天就 大致上就是會這樣 的一個旅程 我們首先 問書 就是思考失業 主要的病狀是甚麼呢? 這就是幻覺和妄想 我想大家醒醒一點 不如看看當中有沒有病狀 可以告訴我們 幻覺是甚麼 有沒有人可以 試試 是假象 是虛構出來的 是的 是一些好的東西 但我們感覺到 那個象字 假象的象是很重要的 是一種感覺 不是純粹思維上的意義 是否真的見到或者聽到 或者觸覺 覺得到或者聞得到 這些觸覺 是我們平時和外界 和世界的接觸的困境 這裏出了問題 那一點沒有 好了 那妄想呢 有沒有人可以試試 說一說 有否舉手 有否舉手 大家都記者 其實妄想是很多的 跟妄想是甚麼 那妄想呢 一般我們來講 就是說 我們判斷我們周圍發生的事 是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那這個是超越 就是我們一般說 平時不會 或者是不知道 或者純粹判斷錯誤的東西 我們最周圍的世界是怎樣的呢 因為那個狀況 是出現了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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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般的 的 的 那思覺失調呢 基本上就是這個 一個 精神狀態 會出現了 主要是這兩類的情況 很多時候有兩類同時出現的 那 那 那 這個 為何會這兩類同事 因為這兩類都是幫助我們 來 去接觸我們周圍的世界 告訴我們周圍的世界 發生甚麼事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的 大家今天 今早上起床 吃了早餐 這樣就來 其實呢 不是很正常的 我們都會 就是不用問 很多問題 我起了身 我看到那些是真的 剛才那些發紅的 那些是真的 然後你聽說了 周圍都是真的 不需要問一些問題 但實際上 你我腦子是做了很多功夫 才讓你 可以 可以 做到這些判斷的 是作為甚麼 那在私學生 就是腦子裡面 負責去幫助我們 做這些判斷的系統 是出了問題 這個出了問題 因而 是很難 當時人本身去察覺的 因為腦子再沒有 另一部份 告訴他 我現在出了問題 那當時人 就是經歷過 你就是說真的 去經歷過 所以 這個就是私學生 是一個很 道德的地方 和其他病 其他病 你的身體 或者你自己 會知道有問題 但是 這個病在我們 怎樣去判斷 甚麼是真的 甚麼是在我們環境 如何現實 那一部份 你那裏出了問題 就再沒有一個 那麼高的監察 告訴你 是有時 所以為何 有時我們 如果是家人 或者是 我們 接觸過這個病 都會看到 很難的 怎麼搞的 或者是真的不知道 好了 我們首先 溫一溫 就是環境 剛才也說到 是一些感覺 不是純粹想的 是感覺到 是聽到 或者見到 或者聞到 或者是 或者是一條舌 感受到的味道 這些東西 是不存在的 這就是一個環境 這個感覺 剛才也說過 是要很具體的 就是五官 我們眼耳後鼻 然後有條理 其實身體上 皮膚都是感覺 透過這些 我們真的很實在地 去感受到周圍的事情 我們這些五官 收到外界外面的訊號 就是我們看到 大家看到 今天看到這個 萬登片 看到我 其實是你的眼球 裡面 有個好像相機 那樣的感光器 真的好像相機 那樣 它接收到這些光線 就化成一些神經 在那裡的訊號 現在聽到我說話 因為空氣裡面 有任何 傳入你的耳朵 你耳朵裡面 有些是可以 他接收到這些 空氣 有任何的 鎮膏 就會將它化成訊號 當他們 接收到這些 細胞的時候 最後 就會傳到腦 在腦袋接收到這些訊號 是不是就這樣 好像拍攝照片 按個按鈕 它就被動 是什麼進來 它就是接收什麼 其實不是的 腦袋在接收這些訊號 的時候 它會處理它 它會用什麼東西去處理它 它會用腦 之前已經接觸過的一些東西去處理它 我們這裡舉一個例子 玩一個遊戲 這裡有一個圖形 你看到什麼東西 在這個圖形 你看一看 不要想太多 我相信有一個玩 對手 這裡有多少人 看到一個人的臉 有誰看到其他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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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是誰 是誰 對 兩個人在錘石 對手 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進去 我們眼球接收到的東西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為什麼 有時候看到不同的東西 或者不同的人 看到不同的東西 這個就是提示了 除了眼裡面 直接接收到的東西之外 那個腦 另外還會加一些東西 幫我們去看出 演繹出的東西 是什麼 我再舉一個例子 大家看到這四個字 這個很大的 我也看到 其實有這樣的帽 在遮蓋了 你是 不是真的看到那些字 但是 你的腦 告訴你 因為我今天聽這個 講了幾個東西 其實你的腦 就是靈而補了一些 不足的信息 所以我們看到 剛才我們說到 這個腦 去接收我們的信號之後 去加工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因為我們 在人生生活中 我們接收到 那些信息 是有一些豐富的 有一些不言整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要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都能夠收到那些信息的時候 我們都能夠收到 但是有這個能力 就有一個代價 有一個代價 就是 有一個代價 就是有機會 當你的腦袋出錯的時候 你就會這樣 看錯了 好了 這個呢 我們就說到一些幻覺的時候 幻覺上 就是那個腦 那個腦裡面 它是亂了一些的時候 他就馬上接收到外來的東西 他就有一個傾向 就馬上把外來的東西 就加工到某一個很強烈 就是在想著想著 或者是預計的 在想著 再舉一個例 如果 如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就是聽到電話 但是最後其實沒有響到 但是看真實 沒有響到 或者那個電話 震機震震震震震震 最後請震震震震震震震 有些人很少 有的 應該不少的 這個電話 這個情況就是 正正是這樣 當我正在等一些東西 或者我已經 在預計 可能有電話入 或者有些很重要的 如果有電話入 可能很重要的時候 我們的腦 就會調教到 他們很緊急的 一些人去那個動作 那就不願 有擦床報報告 有些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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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後不是 跟我們講一些話 這套科學上的解釋就是 其實我們平時 除了我真的在講話 對話的時候 我們腦部也有很多內心的對話 內心的語言 腦部其實是用語言 用很多的 就算我用這些話的時候 我可能都在好像自己 跟自己講話 是會幫助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你遇到一些很棘手的事情 或者比較複雜的問題 有時你去把它說出來 來解釋這個問題 第一部怎樣的 第二部怎樣的 其實是有幫助的 有時我們不需要說出來 但是內心在裡面 自己不自己這樣說 其實都有幫助的 這個內心的語言 其實在日常生活裡 差不多大部分時間都有 不過我們自己未必很清楚 因為我不是說出聲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很精密的儀器 幫助你去量度 有些事情可以這樣做 如果我叫你計同數 心算的 93加28 那樣 如果現在 拿一部機靈 就駁去 不是駁去你的腦 駁去你的喉嚨 那時候 很多時候 其實會發現 你的喉嚨正在動 他說 其實我們 雖然沒有說出聲 但是我們 是在運用我們的語言 來幫助我們 一般的思維 那這個內心的語言 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想生活的 一個很重要的 那時候 我的腦 其實要發思考 你不叫我的手 做這件事 對不對 當我的眼睛 看到我的手 動了 他拿起這頓水 的時候 其實 我的腦 裡面 負責視覺的一個 形狀 是要知道 這件事 是我叫 那隻手 做這件事 那我 用一個例子 大家比較清楚 如果一間公司 一個團隊裡面 大家做了一個決定 做了一個決定的時候 就說 那現在我們 這間公司 做這件事 但是 你沒有告訴某一個部門 那個部門 是接收不到訊號 或者那個email 是發漏了 或者是消息了 的時候 那個部門 看到那件事發生 他不知道是自己 公司發事的 你們兩個腦就是這樣 當這裡有問題 是自我思維標的有問題 就是 我眼睛見到我 拿幾張水 然後他再問 發生的事 為何手動了 為何他會拿幾張水 他不知道是自己 發生的 自己去主導 那時候 然後再想下去 就會很奇怪 他拿了 你的手 這樣 就是什麼 在控制我 或者是什麼 再想下去 可能很奇怪 一些小子的形象 或者一些高放棄 就是乾燥 那 好了 那我們 延結了這個自我思維的標 才跟剛才說的內心語言 去了解一下 不知是個幻覺 當我們的腦 在想 解決一些問題 在用語言的時候 其實我們 某少數上 是知道 是我想的 這些事情 我現在在嘗試 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腦裡 自己有這樣的對話 但是 如果同時 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自我思維的標記 在失憶 或者減逆的時候 大家想不想到 會出現了什麼 現象 為何我腦裡 會有這樣的思維 然後 如果思維清晰 一些時候 聽到聲音 這些好像案外 所以 這個 對於幻覺 可能 是一個 代步的語言 但是 好像走實了 我們認不到 這是我自己的對話 這個就是 我們去 了解 這個語言的幻覺 的一個理論 大家會想 其實那裡的聲音 說很多話 又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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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互相在那裡 對話 其實 我們 看看 其實 大家自己 有時候 都會想到 如果 有些很重要的 對話 重要 可能 建功 或者 不要跟別人說話 或者 喊了一場交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前前後後 經常都在想 那時候 那時候 我這樣說就好 怎麼可能 那時候不懂得這樣 或是怎樣 那些 或者 我們有時 說給另一個朋友 聽 到底 那個 咬什麼的時候 說到有形有色 那時候 又這樣說 然後我又這樣說 是吧 其實 如果大家 不相信我這點 下次 你去快餐檢 的時候 你坐下來 讓身體聽 周圍的人說什麼 其實大部份 我們日常的對話 都是有關這些 的 誰說了 然後我又怎麼說 原來 語言 在人的內心 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去決定我們怎樣 去知道我們和周圍的人 的關係 是怎樣 我們怎樣去幫助 我們去對著哪個人 在展開怎樣去對他 或者 估計他會怎樣對他 在那個幻覺的時候 基本上 就是這個演出了問題 我們認出那些來來往往的內心的對話 原來是我們自己 在對面發出 所以 就變成了 看來是一些 暗紅的聲音 那麼 近來的醫學 其實研究了很多 大家都知道 這十多年 是照到那個科技 也會有一些大的進展 令到我們可以看到 當我們有某一種的心理活動的時候 在腦裏面 是哪一些的部分 是比較好的話 所以就有不少的知識在這裏 這裏要簡單講講給大家聽 就是當我們產生環國的時候 其實腦裏都有些指令和部分 那些部分 正正是平時我們用的 講話、聽話的部分 剛才我們通過語言的系統 這個Grocus area 就是平時我們去測試我們怎樣講話的系統 這個地方如果壞了 有時中風可能壞到這裏 就說不出事 你想不到這些詞 不是出不出聲音 但是你找不到我用什麼詞去表達 我想表達那些東西 你想到的東西 但是沒有辦法找到這些詞 然後另外一個重要語言的系統 就是在這裏 Vernicus area 這個就是我們接收 接收 跟我們講的東西的時候 好像是一本字典 那個訊息去到那裡的時候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那一個字典 這裏如果壞了的時候 就是你會聽到別人說那些字典 就是剛才說的思維標記 就是一個區域 就是怎樣做 這個思維標記的區域 叫做SMA 然後中文就叫做附座的區域 就這樣看名字 不知道它更為重要 就在那個頂的中間 那裏的區域 就是剛才說的 如果我去做那樣東西的時候 有一個訊號會在那裏 就記錄下 記錄項項是我叫手做的 大家不要很奇怪 如果看到一手動的時候 那路的其他部分就會知道 這裏基本上 我不詳細說的 就是一些研究 是讓我們看到的數字 真是有幻覺的人 它是這個思維標記的訊號 是有的 另外一個訊號 都是在醫學的研究 可以看到的就是 原來不用大家 覺得很深 只是讓大家看 腦裏裡面 原來現在可以照到 一些是什麼呢 是腦裏裡面的一些電線 你可以說 好像高速控錄 腦裏裡面傳遞很多訊息的大腦 這條大腦 其實大家看到這個 其實就是連接 剛才說的Groper's Area 和Wernickees Area 就是語言的 一個說話 一個聽話的橋梁 當然就很重要 在內部的語言 因為你是自己說給自己聽 內部的語言 所以 這裏的研究 經常看到 如果幻覺多的病人 其實這個連接就強了 這個也是 之前我們剛才說過 在幻覺裡面 實際上是內心的語言 在不斷轉的 好 接著我們有溫 溫書 現在也是 溫少許 溫於妄想 剛才我們說過 妄想 就是脫離了現實 我們去演繹 我們去分析 周圍外國的世界 的時候 是分析創造能力 其實這個東西 是抽象的 剛才說 警覺是這些了解的 我們分析周圍的世界 出創 其實我們要了解 是要我們想回 我們平時 就是說 今早起床 為何這些東西是真的 在這裏 在這裏 為何你不在這裏 去環世界 平時我們這個判斷 其實是 有一種的 就是 你會看到一些東西 你不是馬上去限定 例如 哪個人對我好還是壞 你可以說 是 可能這個人是有些狡猾 或者什麼 你不會馬上說 他一定是這樣 然後你可以等 觀察其他東西 或者聽其他人怎麼說 然後慢慢去做一個判斷 這個就是說 我們一搬的時候 去判斷周圍的世界 我們是有一個空間 我們馬上去限定 然後我們慢慢去 看看有新的資料的時候 我們又把它收取 在網上裏面 其實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空間 沒有了這個空間 這個時候 其實他的判斷 是錯 通常是錯 有時錯得很離譜 但是這個不是最主要的特徵 因為偶然間